直接就在输入那个5 然后把它爆壳之后 发现上面居然没有 那其实主要原因是这样子 最好你可以把概念切换到2D线架构 因为如果说我在选面的时候 选实体没有问题 选3D实体 马上面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用概念的时候 我很难知道后面有没有线 如果你不小心点了线的话 因为一条线一定会关系到两个面 那表示说因为你点到的地方 刚好后面有一条线 所以你点到的部分 这是后面的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你用2D线要有个好处 就是你尽量不要 看到后面有线要不要点 不要嘛 你就挪开 看到完全空白的地方 点下去 有没有 一定只有一个面 这个是一个 应该算是小诀窍了 不然很多同学 奇怪怎么点下去 明明上面就是点到那个面 那怎么出现两个面 或者做出来就是不正确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建议是用2D线架构 再来做薄壳 做完薄壳之后 他会去问你说呢 接下来已经找到一个面 对不对 接下来 移除一个面 那再来的话 我们这样空白键 接下来包克据多少 5Enter OK 好我们再把它切换 不过2D线架构呢 有个缺点 其实这样有没有做出来 看应该是知道了 可是呢 要比较准确的话 还是切换到概念 所以把它切过来 那你要看 有没有挖空 你可以怎么样 Shift键按住 然后游标放在这里 按中键呢 把它怎么样 看一下有没有 有了 对不对 里面是空的嘛 对不对 OK 空的再把它移回来 这样就可以 表示正确 应该是有挖空的 没有问题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切回到东南灯架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最后还有个步骤 我把这个步骤做完 最后这地方呢 也要把它打通 那打通一样 我们可以用什么 直接在这个地方 其实方法很多啦 我们可以用圆 或者你刚才再做个圆柱 打过去也可以 那我用这地方用圆好了 直接在这个上面画个圆 所以先侦测到这个面 对不对 那DUCS就抓到了 抓到之后的话呢 你就抓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中心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那它的半径多少 15嘛 直径30 半径15 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用什么 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按拉 按拉之后的话呢 再侦测到 这边有个圆 点到之后往里面 拉过来 那这个就要拉多少 其实我建议你就是 那个 它这边 的这个距离是 突出的距离是36嘛 那你就大概37就可以了 37 Enter 大于36 但是又不能够太大 OK 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透过去了 透过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Shift键按住 然后再转一下 看看 只要不要穿透过去 那就表示成功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 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